任天堂在今年 E3 期間 還真的沒有端出傳說中的 Switch Pro 主機 緊接著在日本的股東總會上 社長古川俊太郎不論大家怎麼問 也是閉口不談任何有關新主機的發售情報 就在大家對 Switch 新主機死心的時候 台灣時間 7 月 6 日晚上 9 點 沒有舉辦任何發表會 也沒有在說好的 Direct 中公開 一台白色的全新主機就這樣突然在網路上現身 並宣布 10 月 8 號即將開賣 殺得各家媒體措手不及 這台名為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的新主機 不只是發表時間莫名其妙 大家所關注的硬體設置 更是跟之前諸多傳聞有著相當大的差距 究竟這台新主機到底改了什麼 又有哪些令人注目的新機能 電玩瘋馬上帶你來看看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 最速全面剖析 在我們討論新主機到底改了什麼之前 相信大部分的玩家都會想問 這台新主機是否跟之前傳聞的 Switch Pro 一樣神通廣大 擁有 4K 畫質 OLED 面板 CPU 與 GPU 強化改本等等高規格硬體呢 現在就讓我們來打開官方網站的規格表 來一項項確認 在之前的傳聞中 Switch Pro 主機應該會搭配全新的 NVIDIA Tegra 處理器 和 NVIDIA DLSS 技術 來個全面進化直升 4K 解析度的畫質 讓各種大作可以移植 但實際上Switch OLED 的 CPU 與 GPU 官方規格 就跟原本的 Switch 主機一樣 只寫上了 NVIDIA 制定製版 Tegra 處理器 沒有明說會使用新版 Tegra 處理器 升級硬體核心 就連 DLSS 技術的運用與否 也不在目前的公開內容當中 在只有規格表可以看的現在 無法保證真的完全沒有升級 畢竟官方沒有公布確實的晶片型號 我們也不敢妄下定論 既然處理器都沒有變 那螢幕有跟傳聞說的一樣 變成 OLED 4K 嗎 很可惜的傳聞只猜對了一半 根據官方規格表上的註解 目前 Switch OLED 的螢幕 會從原本的 6.2 吋升級為 7 吋 面板也真的換成了 OLED 但即使是街上底座的加級模式 最大解析度依然只有 1080p 60fps 手持模式也跟原本一樣只有 720p 通通都跟原來的一樣 期待 4K 遊戲登錄的玩家 很可惜要讓你失望囉 另一個大家都很在意 重點中的重點 就是常常在飄移的 Joy-Con 到底有沒有要配合新主機改良呢 根據官方規格表 包含加速度計、陀螺儀等功能 都是和舊版 Joy-Con 一樣 沒有看到改版的跡象 我們還特地跑去找了新主機的 Q&A 部分 上面的說法是 Joy-Con 的功能 與舊版相同 所以你可以繼續使用舊版 Joy-Con 遊玩 但是要注意喔 官方只強調功能一樣 並沒有說零件沒有變化 內部構造沒有修改 所以搞不好偷偷修正了問題 讓手把變耐用也說不一定呢 我們要正面看待抱持希望啊 既然不是 Pro 版 究竟 Switch OLED 跟原本的 Switch 相比 有什麼地方加強了呢 本次的新主機有五大重點特色 第一點就是換上色彩 更鮮明更艷麗的 OLED 螢幕 有趣的是根據官方的規格表 主機尺寸只比出版寬了 3 毫米 難以想像居然看起來變大了不少 因為 Switch OLED 將邊框收窄 使得主機在體積不變太多的情況下 能夠塞進 7 吋的 OLED 螢幕 相較初版 Switch 的 6.2 吋液晶螢幕 以及 Switch Lite 的 5.5 吋 可視範圍明顯變大不少 這樣桌上模式大家一起玩不用擠太緊 手持時會自發光的 OLED 當然看得更舒服對吧 而且螢幕升級後 續航時間還跟舊版一樣長 是 4.5 到 9 小時 這點也是滿厲害的呢 第二點是經常使用桌上模式的玩家會在意的地方 那就是改善了背部的支架 Switch OLED 採用竖起角度更寬廣 支撐更穩定的新樣式背面支架 從原本的一根變成整整一片 採用能夠自由調節角度的轉軸式設計 比起以前常常不小心拔下來 脆弱的單邊支架更加的穩固難用 要找個不反光的角度來玩也更方便囉 第三點則是底座的部分 除了原本附設的兩個 USB 插孔 以及 HDMI 電源孔 新版底座多了有線網路插孔 原本要透過特定配件才能夠啟動的有線網路 變得居家必備 垂手可得 連線打魔物獵人斯普拉頓的時候 使用有線網路遊玩一定比較穩的啦 第四點就是增加主機儲存記憶體 原本只有 32GB 的內部儲存空間 終於變大了兩倍 變成 64GB 了 雖然相比於另外兩場的次世代主機 這容量連塞牙風都不夠 只是既然能夠節省一張 SD 卡來裝數位版遊戲 當然是值得鼓勵的囉 最後一項特色則是改善了 Switch 原本的喇叭音響 雖然具體的規格和技術沒有說明白 現在只能從圖片看到揚聲器孔位變寬 與官方資料中表示 會有更清晰的聲音表現的說明 就讓我們等著看實機的表現囉 總結以上資訊 這次任天堂推出的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 與先前全世界熱議傳聞的 Switch Pro 相差一大截 既沒有 4K 也沒有換成更強的 GPU 電池沒有進一步增強 整體來說除了螢幕尺寸加大與壞面板 其他部分的升級幅度很小 就連底座都可以沿用舊版 若是正在等待性能更強的 Switch Pro 的玩家 看來今年是不用再觀望囉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 預定於今年 10 月 8 日正式發售 台灣版含稅定價 10,480 首波推出白色和電光藍電光紅兩種顏色 算算時程可能最近就會開放預定了 又是要準備來搶新主機預購資格啦 想知道 Switch OLED 在下半年可以發揮功用玩哪些遊戲嗎 電玩瘋也幫你整理好了 17 款 2021 下半年值得期待的 Switch 遊戲 記得要點開片尾影片觀看 想要第一時間知道遊戲新情報 就請訂閱電玩瘋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收찰啟大約 rag員喔 對賞他們 poisoned 算簸課 對賞 Brown 不石… 在 neden本ίνules充電等